欢迎收看静天新闻报 首先带您看到 纪录片看见台湾导演齐柏林的儿子齐彦桓 11号受邀前往苗栗县立图书馆演讲 没想到徐姓女承办人却错评传讯给她 靠老爸于音就能吃一辈子 让她倍感羞辱当场气愤离去 事发当下监视器画面也曝光 只见齐彦桓在演讲空档收到徐女讯息之后 气得直接拿着随身包包走下讲台 承办人一路紧跟在后不断道歉 但齐彦桓不想回应直接离开 导演齐柏林姿子齐彦桓 11号受邀至苗栗图书馆演讲 不料活动开始前却收到承办人许姓女子 误传羞辱讯息 因此气愤离场 16号齐出面受访表示 当下确实很难过委屈 但她也致电苗栗教育处 希望不要处罚相关人员 同时感谢外界的关心与鼓励 齐彦桓还原事发经过 当下收到承办人讯息 心情确实很糟糕 很委屈毕竟自己也是个抛弃个人生活与成就 为父亲理想和志业去拼搏 却遭到这样的质疑 事后也只是想在个人脸书小小抱怨 没想到会上新闻 引起这么多人关注 我国总统赖清德近期在国庆晚会 双十国庆等场合 先后发表祖国论 以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言论后 解放军也展开联合力建环台军演 并称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强力震慑 对此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罗文嘉 15号参访马祖南族的26据点时 抛出欢迎两岸旗帜26据点 谈出新二六共事的想法 而中国国台办法言人陈兵华16号被问及此事 则回应称不必立起如造 并重申九二共事就是两岸协商的大道 经济部长郭智慧日前提出 要在海外设置绿电厂输回台湾的构想 对此民众党立愿党团总召黄国昌16号揭露 这是云报能源早在今年夏天就说 要去菲律宾成立太阳能公司 非常惊讶私人公司跟政府的共鸣关系这么强 黄国昌提到经济部提供的 再生能源占比的阶段目标数字 每年变化高低都不太稳定 暴气炮轰真是乱邪一通 台北101首都在国庆日释放烟火 却被网友批评时间太短又不精彩 台北金融大楼公司董事长佳永杰 16号首都到立法院财委会被询 佳永杰表示 他听到的是很多人非常喜欢这次的国庆烟火 称很多人觉得可能是水军网军别有意图 我们是做很正向的事情 他也给自己的团队表现达了95分 不过由于这次101国庆烟火没有企业赞助 金日公股行库董总也在现场 立委要佳永杰讲明希望谁赞助 他则表示所有人都可以 明年也会开放企业赞助 基隆港西岸20号码头14号下午传出事故 一收玉州起航轮载运中贵新购的乔士机 靠破码头时不慎撞到岸上的就是乔士机 对此中贵发布中讯表示 本案所影响的机具与货物均有足额保险 将配合保险及公正公司进行事故调查 中贵指出 事发当时处于停机等待新机靠破上岸 故未有人员伤亡 本案所影响的机具与货物均有足额保险 将配合保险及公正公司进行事故调查 据了解 一座新的乔士机要价至少3亿元 且订购后约一年才能交货 若是无法修复 将由肇事单位负责赔偿 韩国女团2NE1明年将来台湾举行演唱会 距离2NE1上次来台开唱已经有10年之久 也让粉丝相当期待 门票在15号抢先开放网站会员预购 上午11点一开卖立即就被秒杀 主办单位宣布加场 16号门票则在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上午11点开放购票 结果一让不到3分钟立刻又被抢购一空 没抢到门票的粉丝语苦无泪 以上是今天的静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